人只能活一次,千万别活得太累,如果我们能持有一颗平常心,做开云起云落,花开花谢,一任沧桑,就能获得一份云水悠悠的好心情,做平常事,做平凡人,保持健康的心态,保持平衡的心理。 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最美好的心情来对待每一天,那每一天都会充满阳光,洋溢着希望,将一个人沉默的,是另一个人的冷漠,让一颗心受伤的,是另一颗心的身格,渐行渐远的身影,是因为呼唤得不到回应,越来越淡的感情,是因为心灵受不了冰冷。 在痴情的人,认真得不得情神也会依然转身,在执着的心,火热患不来暖意,也会痛下决心,但不寡欲可以让神,宁静志愿可以养智,以情世性可以养合,关空自在可以养心,种下一个善念,收获一种良知,种下一种良知,收获一种道德,种下一种道德,收获一种习惯, 种下一种习惯,收获一种性格,种下一种性格,收获一个人生,因为痛,所以叫青春,因为迷茫,所以叫人生,如果不能飞,就奔跑,如果不能奔跑,就走,如果不能走,就爬。 但无论做什么,你都得一直前行,千万不要放纵自己,给自己的止步步前寻找理由和借口,将自测自律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生活方式,这样人生才会更加美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